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红爷 今天是2024年9月16日礼拜一 又是美好一天 主题分享阿南德预言 台湾糟了 很重要观念哦 记得看到最后 我们先看重点讯息部分 最近的骇客攻击事件 就是比谁技高一筹 DDOS攻击属于一种常见且技术门槛 相对较低的攻击手法 骇客主要透过大量的流量 让网站瘫痪 这种攻击的方式不需要高端技术 可能透过病毒控制大量设备和资源即可执行 45起的DDOS阻断服务攻击听起来不少 但其实很多系统都能快速恢复 看起来治安防线还算可靠 不过这也提醒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毕竟骇客的手段总是在进步 例如AI技术新奇 骇客手法也将改变 今天撑住了 明天不知道会不会再遇更强的挑战 所以大家在享受网路便利的时候 资安这块还是要随时注意 不能放松警戒 当然也有受惠的产业 先前分享过台湾优质资安类股 或可留意未来成长性 接着直接观看美国三大指数的部分 道琼工业指数上礼拜五上涨297.01点涨幅0.72% 是不是如红野进来分享 依然处这个红色上升趋势通道内 只要大家记得趋势不容易形成 形成也不容易改变 如果依然维持这个趋势通道内 则代表趋势未变 初步判别趋势方向后 再进一步确认自己的投资策略 属短期投机还是长期投资 如果是短期投机的话 当然靠近上缘压力 不要随意乱追价 而靠近通道下缘 容易出现防守力道 而如果像红野张的长线投资人 当然是拿着椅子 坐等别人抬脚 至于纳斯达克持续表现上涨114.3点 涨幅0.6% 也再度逼近上方这条绿色下降压力线 然后礼拜五可圈可点的是 再次占回所有均线 重返多头格局 费半则是本波拉回靠近下方年线 再度出现反弹 不过上方依然面临较大的中期均线反压 整体看起来科技股一人如分享底 例如纳斯达克从2022年相对低点 涨了85% 而费半涨幅更大 从低点到今年相对高点涨了184% 所以在涨多情况下 休息休息也属正常 我们投资人在股票市场真的要非常耐心 不要一次的大回挡修正又失去信心 成如红野持续分享的 无法预知天气却可以感知季节 无法预知波浪却可以感知潮汐 这边提醒本周假日已分享 学员精华影片能力圈悬股 在股票的世界能力决定赚多少或赔多少 我们要做的就是提升自己的投资能力 最终教能财富自由 提醒没有名牌与买卖建立 但自己都不帮助自己 还有谁能帮助我们呢 接着观察大家比较关心台股部分 礼拜五美股出现反弹 台股今天一样是开高后震荡走低 主要收到 明天中秋假节通常容易节前观望 因此目前的预估量能也只有2000多亿元 通常是无量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所以产生几种情况 第一个是外资先行指标一人增加空单情况下 面临上方关键20周均线反压 此时没有更大的量能 以及外资法人背后推一把的话 通常更容易横盘震荡整理 甚至如果今天盘后外资一人增加空单的话 就得特别小心哦 这部分稍后先行指标进一步分享 台股今天虽然开高震荡走低 目前也仅在平盘上下震荡 但今天的跌势主要集中在全子股 例如台积电、鸿海、联发科 以及金融的富邦国泰等 所以今天依然是中小型股的表现 看得出来上涨加速明显大过下跌加速 而且涨停加也大过跌停加哦 在量能持续萎缩情况下 红爷是不是提前分享 此时中小型股较容易表现 因为中小型股通常股本较小 不像大型全子股需要更大量能 才能继续往上推 除此之外量能不足也带来另外一个影响是 容易在区间内 个股轮动轮涨速度快 可能看到上礼拜某族群涨得多 赶紧进场追 怎么结果这礼拜立马下跌呢 这主要是因为市场资金就那一套 而根据逛经验 目前量能较难维持百发期放 简而言之 中期角度依然属区间震荡整理 不要过度追价 但出现恐慌 也不要过度追杀 至于占台股权重最大电子指数部分 今天再度小跌破关键的中级均线 不过近期依然黏在这上下震荡整理 当然电子情况近来陆续分享 因这一两年来涨幅较大 而基本面表现的部分 从红野日常影片分享的电子出口 以及主要领头羊未来展望 其实晚不上移 只是可能股价跑太快了 得休息休息 等待后续基本面迎头赶上 所以可以看出来现阶段外资依然偏保守与观望 另外则是占台股权重第二金融指数部分 一样是为有效向上突破重要的季线反压 或处上方季线下方20周均线 瑕浮震荡整理 当然长线角度依然站在关键20周均线之上 多方是未变 所以现阶段台股两大支柱或年在中期均线上下震荡 但解铃还需细铃人 关键外资何时出现连续且积极油脉转埋 至于散户较喜爱中小型贵买指数部分 一样是守在20周均线之上 但上礼拜提到 中期角度依然处较大的黄色区间震荡整理 但相对有利的是与大盘相反 反倒上半年法人偏减码居多 但下半年开始 而原本的连续减码反倒出现忽买忽卖 接着观察热门股部分 我们先看面板的群创 一样是请新观众记得连续收看 才不会措施重要讯息 也比较不会断章取义 也一再提醒我们投资人操作 自己有把握的就好了 有一些的产业货类股 都是外资法人说了算 有时候产业明明释放利多消息 但这些法人偏偏以利空解读 股价走跌 但反过来说有时候出现利空 这些法人反倒以利空出境解读 出现上涨 目前群创依然粘在 二桌均线上下震荡 依然未有效突破这个黄色区间 至于无线通讯建汉部分 主要沿着下方季线缓步上移 目前大涨甚至突破 今年6月相对高点 其实红野本集最新影片 也提到筹码追踪 是红野投资核心价值之一 5月以来外资法人偏加码居多 在火力掩护下股价缓步走高 当然此类型的依然保持有问题处理 没有问题就让获利奔跑 接着是光碟片大厂来的部分 近期股价获利了结 但礼拜五出现跌升反弹 今天再度开高走低 通常在跌市过程看到长虹的 请务必注意盘后资料 是否隔日冲大户进场搅局 如果是的话 隔天追价就得特别小心哦 至于金融股新光金部分 近期则受惠双龙抢金 外资反而偏向减码中性加码新光金 短线观察重点依然是下方月线 未破之前依然属相对强势股 而通常强势股破月线才会初步转弱 那我们再看一下 在量能萎缩情况下 今天资金流动情况 成交比重最大是电子约6乘5 第二电机机械约6% 第三化学生技医疗 今天台股大致出现反弹居多 接着观察今天台币汇率部分 台币汇率再度与台股走势脱钩 为什么呢 因为台币延续上周升值的态势 今天持续升值 而升值通常代表外资资金流入 但今天台股却反向开高震荡走低 不过红野还是更愿意相信真金白银的流向 也代表外资的资金可能只是躲起来 等待下坡浪潮哦 当然台币出现升值与美元走弱有关 而美元的走弱也与联准会准备降息有关 影片制作不易 还请各位老爷夫人 播空点赞 让影片有机会给更多人看到哦 感谢再感谢 接着进一步确认整体大盘筹码情况 礼拜五外资再度加码 29.15亿也非常罕见连续两天加码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在先行指标 竟然空单持续增加 投信部分则依然在散户 大哥资金备源下连续加码台股 至于左边融资余额部分 近期反弹 融资又开始增加 目前持续累积3100多亿元 也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没有随着反弹大幅减少融资 但也提醒如果回归到各股 融资余额过高的务必小心 因为后续随着持续反弹或高涨 但一遇到风吹草动 这些相关融资余过高个股 容易多杀多 接着我们进一步确认 选择权最大位平仓量 发掘上方可能压力 以及下方可能支撑 先前庄家在这边 部下较大部位 看起来陆续收割 也因为这礼拜三 是期货与选择权结算日 所以庄家陆续把部位往下移 我们这边看到 目前这位阶是部下最大量 而根据过往历史经验 通常这边是相对 多方较难以逾越的空方防守点 另外随着上礼拜四 礼拜五持续反弹 目前显示多方追价的谨慎与小心 随持续反弹 也将碰到上方空方短线的巢穴 因此留意短线追价风险 更重要的是 礼拜三期货选择权结算日 这也代表今天盘后资料相当关键 如果外资法人持续增加空单 甚至不排除礼拜三小幅震荡或进一步惯杀 接着我们迅速看过 外资上礼拜买了什么以及卖了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 上礼拜外资除了加码星光金之外 其他大幅买进 美债或公司债等ETF 这依然显示出外资对经济衰退的疑虑 至于减码部分 中信金依然是外资追杀最大的苦足 其他大致上是这些高息ETF 尤其今年来台股持续走涨创高过程 外资持续逢高获利了结 持续的吃这些高息ETF的豆腐 这现象也非常有趣 台湾散户依然持续加码这些相关高息ETF 所以这波是外资胜出还是散户胜出呢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在影片底下留言 分享各位宝贵看法 接着分享这比美股影响台股更重要的先行指标 为什么这么说呢 也在提到国际股市出现反弹 但先行指标如果出现大量空弹的话 台股也容易出现开高走低 最新数据显示外资空弹已来到3万口 前五与前十大交易冷流仓分别是5000多口 以及6000多口进空单 而这样与礼拜四的数据相比是增加的哦 至于外资选择权部位稍微减少 剩下5000多万元的选择权进空单 韭菜指数反手增加多单来到7.06% 种种迹象显示外资大户们再度心态偏保守与避嫌 那今天盘路资料也非常重要 如果外资法人们能够减少空弹的话 相对礼拜三结算压力较小 反过来说如果大量增加空弹的话 一样是得小心再小心 虽然如此但本坡台股自8月修正以来 或是进场的好时机哦 据亨网报道过去资料显示 中秋节后台股向上变盘的几率近9成 尤其是如果选择在节前进场 并持有3到6个月 历史报酬率分别可达4.2%到8.1% 当然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 这并不能说投资没有风险 而是告诉我们 透过历史数据的参考 这段期间的投资报酬率相对有利 而这部分红野心情也持续提醒 第三季本来就是股市表现相对不佳月份 但通常账或更有利于第四季持续反弹的契机 最后观察上礼拜五美股表现 微软呢再度攻上最后一道季线反压 目前重新占回所有均线 苹果部分则是在发布新机之后 看起来市场并未给予非常正面的反应哦 但依然维持相对高档震荡整理 也是美股中相对强势的 本波表现相对弱势的Google 依然跌破所有均线 即便345出现反弹 此类型通常交好办法是 横盘震荡整理以盘待跌 Meta部分即便先前拉回红野 是不是提到 长线角度依然看好 元宇宙未来发展 以中期角度依然介于这个黄色区间震荡整理 后续观察是否有效向上突破 特斯拉连续几天小碎步向上反攻 不过量能却持续萎缩 这部分特别留意是否出现量价背离 因为出现量价背离的话容易有转折 至于全村的希望挥打部分 正试图努力占回所有均线 依然维持高档震荡整理实属不易 这次能够再度跌破均线重新反弹 这也代表着下面多头承接意愿 当然如果连续收看应该印象深刻 是不是提到短线长多不要随意追价 但拉回靠近下方中期均线 也容易发挥防守力道 另外回答特别有趣的现象是 空单持续增加 这部分后续密切关注 是否出现灌杀或嘎空行情 我们看一下彭博社的报导 随着降息前景和有吸引力的估值 带来超而回报的前景 全球基金出现抢购东南亚资产的情况 当然这部分最大原因是来自于聪明的钱 自己会找出路 最近东南亚的市场就像喝完了能量饮料一样 活力十足 资产管理人已经连续两个月 增加对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主权债券的持仓 并且过去三个月一直是印尼 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股票的近买家 这波资金流入让东南亚货币成为近期表现 最亮眼的新兴市场货币 而当地的股市表现也轻轻松松超越 其他新兴市场的同行 至于宏仪的观点是 投资人如果等到市场反映明显才行动 往往已经措施良机 因此关键在于提前布局预判资金流动方向 主动寻找那些在降息循环中收益的产业与公司 而不是跟随市场的脚步 将能在这波资金移转中获取较大收益 当然有人好就有人坏 有些是资金禁移出国家 不要随意乱接刀 接下来分享今天的主题 阿南德预言 台湾糟了 其实今天的内容也不一定局限在阿南德的预言 也包括了所有喜欢预言或算命的 台湾人似乎非常喜欢算命 尤其是在自己遇到相对不如意的事 曾经听过人家这么说 如果你是一个算命的客人来的时候 你只要跟他说 你最近不太好 他通常会跟你说 哇你好准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是对自己的人生感到迷惘 也代表内心相对不坚定时 较容易寻求外界援助 中华文化智慧 百金之手易金或中世纪推配图 反映老祖宗对世界的深刻观察与推论能力 一经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 揭示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 推配图则通过隐喻和象征手法 预测历史发展的趋势 红也认为 这些智慧的基础在于观察过去 进而推导出未来的可能性 正如我们常说的 昨日英 今日国 今日英 明日国 这不仅仅是个简单的时间序列 更是英国循环的表现 红也相信真正的高人 是能从历史中洞察规律 透过过去的经验预判未来 而回到主题阿南德预言 被问到中国何时入侵台湾 也给出两个时间点 这边很有趣喔 在行销学里 当我们在逛街买东西 最后做决定的时候 销售员通常不会问我们要不要 而是问哪一个 大家有没有逛街回家后 才想到怎么手上又多了一袋东西呢 至于中国这个主题 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 之后再做一集学员影片进一步分享 红也认为 现代的预言家 往往可以用信存者偏差来解释 举个例 当大家关注股市涨跌 每个财经台都有不同的专家发表预测 自然总会有人猜对市场走向 但这或不代表 他们真正具备超反的预测能力 只是碰巧在众多的预测中脱颖而出 这就像我们只记得那些成功预言的例子 忽略了更多次的错误预测 因此依赖这些预言家的建议未必可靠 回归到股市 投资者更应该注意基本面分析和长期趋势 而不是追逐短期的预测 真正重要的是持续的稳定回报 而非少数的准确猜测 当然我们可以从古人的智慧寻求更多答案 查见冤语者不详 资料隐匿者有殃 这句话的智慧在于提醒我们 即便真的有料 但泄露天机 反而会引来祸患 同样的道理 过于聪明地预测隐藏的风险 可能适得其烦 甚至遭致灾难 真正的高人总是懂得在适当的时机保持沉默 不急于显露自己的材质或预测能力 有道是真人不露相 露相非真人 这也是红野频道不露脸的主要原因 以上纯属虚构 别当真啊 而真正有智慧的人 往往表面看起来平反无奇 反倒是那些急于展现自己才华的人 往往只是表象 投资市场也是如此哦 过于自信地公开预测或吹嘘自己能力的人 可能会陷入市场的陷阱 真正成功的投资者更懂得谨慎形势 悄然布局 至于红野对人生与股市的看法是 一经提到天行见 君子以自强不息 强调人生如同天体的运行 不断进取 不懈奋斗 这正如股市的波动 无论行情如何变动 投资者应该保持自强不息的态度 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或胜利而停滞不前 这代表一种持续学习适应变化的精神 永远保持进取心 而第四昆 君子以后得债务 则提醒我们 地的特性是包容和承载万物 君子应该像大地一样 以宽广的胸怀和厚重的德性 去面对人生和股市的起伏 这意味着 投资者除了需要强大的进取心 还应具备厚德 谦虚 懂得承担风险与责任 投资的市场如同人生 既要有勇往之前的意志 也要有包容万物的智慧与格局 如此才能在面对挑战时稳健应对 最终实现长期的成功与稳定 无需过度预测未来 凡事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而总结就是 务必自负而后重生 台湾人民还是需要更多智慧 分辨是非善恶 还有台湾是块宝地 天佑台湾 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假期愉快 操作顺利获利满满 红爷勉励各位 财富永远属于积极 乐观与耐心的红粉之吉 祝操作顺利